小蜗牛 蜗牛一家住在小蜗林的旁边 春天来了 蜗牛妈妈的小牛说 孩子 到小蜗林里去玩吧 小蜗牛发芽了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妈妈 小蜗装满了叶子 哔哩哔哩的 地上还长着雪的草莓呢 蜗牛妈妈 哦已经是夏天了 快去摘几颗草莓回来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妈妈草莓没有了 地上长着蘑菇 蜗牛妈妈妈说 哦已经是秋天了 快去摘几颗蘑菇回来 小蜗牛爬呀爬呀 好久才爬回来 他说妈妈 妈妈蘑菇没有了 地上盖着雪 水也全掉了 蜗牛妈妈妈说 哦已经是冬天了 你就在家里过冬吧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